韓國超人氣綜藝無限挑戰 在最新一集的節目中 劉哉時化身成為假訓班教練 教導球的駕照8年 但都沒有真正上路的PD工作人員猜測 在猜測之前 劉哉時問了工作人員 最近有沒有喜歡的藝人 我喜歡的那女人都單獨有 沒有 有女人沒有感興趣 指倦本來是說沒有特別關注 但接下來 工作人員一說出口馬上變成小少女 而且還私心的在等待節目做XO的特技 這誠實的回應真的是太爆笑了 還指定最喜歡的成員是博嫻呢 工作人員還要求劉哉時快點開始交車 因為他還要趕不下班 去查XO演唱會的門票 狂樂的粉絲心讓劉哉時笑到不行 我說大神啊 你就想想辦法完成一下工作人員的心願吧 XO特集會這麼期待 對